共和党与民主党围绕综合性政府支出法案与疫情纾困法案的谈判进展艰难 法案的通过是将推迟到原定截止时间周五晚之后 围绕9080亿纾困法案 在对州和地方政府的援助 以及企业免责保护这些问题的关键细节上 双方僵持不下 同时 议员们也在争论1.4万亿综合支出法案 纾困法案可能会绑定到这项用于政府运作提供拨款的支出法案上 当前为政府运作提供资金的法案将于12月11日到期 一名民主党助手称 为此 众议院计划周三投票表决期限为一周的持续决议案 以免政府停摆 提顶级药物管理局本周四将开会 讨论紧急批准使用辉瑞及德国伙伴共同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 据报 军方已经准备好协助分发行动 目标是在疫苗获批后24小时内 向订购的医院和其他场所分发第一批大约640万剂疫苗 设在密西根州的厂房 预料每日将有6架专门货车运载疫苗到机场 联邦快递及其他货运公司将会分发疫苗到全国 瑞瑞估计 每日会有20架飞机运送疫苗 卫生部长阿扎表示 白宫将在今天与州长、药房连锁店及运输公司举行疫苗分发峰会 希望向全世界展示分发计划的细节 世卫总干事谭德塞表示 世卫组织至今仍未与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接触 谭德塞说 美国正处于过渡时期 拜登仍未组成完整的团队 因此不可能有正式或有组织的讨论 谭德塞又说 世卫希望尽快到中国展开实地工作 研究新型冠状病毒的起源 另外 有世卫官员说 不预期有国家会强制所有民众接种疫苗 在某些国家或某些情况下 可能根据情况的要求或强烈建议接种 医护人员是其中之一 又说即使已经研发出疫苗 亦必须继续研究工作 只很多疫苗都随着实践而改良 英国与欧盟仍然未能够就未来贸易关系达成协议 英国首相强生与欧盟委员会主席 翁德莱恩计划未来几天会面 以推动谈判进程 强生与洪德莱恩周一再次通话 两人在通话后发表联合声明 指双方在公平竞争 管理及渔业三个关键问题上 仍然存在重大分歧 为实现达成协议所需的条件 两人要求首席谈判代表及团队 准备好有关分歧的概述 以便两人未来几天 在布罗塞尔的面对面会议上讨论 欧盟首席谈判代表巴尼耶 早前向欧盟成员国代表 汇报谈判进展 有官员说 巴尼耶的信息令人非常沮丧 有官员形容 目前正处于谈判的关键时刻 双方都努力达成协议 但如果欧盟未能妥协 英国准备好退出谈判 国际奥运会确定 2024巴黎奥运会将会新增霹雳舞 滑板 近期攀岩和冲浪四个大项 其中头三项都会在巴黎市中 新鞋和广场的场馆取行 至于冲浪比赛 就安排在太平洋上 法国属地大西地上演 奥委会指 巴黎奥运的三大特点是精简赛事 性别平等和关注年轻人需求 相比东京奥运 巴黎奥运参赛运动员的名额 由11,092人减少到10,500人 项目亦由东京奥运的339个小项 减少至10个 希望更好的应对疫情后的事件 性别平等 亦是巴黎奥运调整的一大特点 将首次实现男女运动员各占50% 男女混合项目增加到22个 巴黎奥运会预定在2024年7月26日 至8月11日举行